他还说什么什么缓京复杂 经常说一些这种口号 不听了就是我想出来 是这样的吗 我认识那个谁是谁 你什么事我一句话给你摆平 我想这是灌汤包的 又不是灌油包 那北京菜呢 北京菜 北京有菜 你在上海待了多少年了 05年上海读研 然后到现在17年差不多 在上海做什么呢现在 以前是公务员 现在在做律师 那您最早到上海来的时候 您最大的冲击或者不习惯是什么 第一个 一个气候的问题 冬天冷 夏天潮 梅雨季节全发毛 再一个特别明显的就是 以前那时候在北方都要穿毛裤的冬天 毛线裤 对 不是你们说的 绵毛裤 对 这么多年下来 现在我已经摆脱了毛裤这个东西了 另外一个可能还不适应的就是语言 如果说上海的话 你说听不懂我觉得很正常 但是有的时候呢 比较抓狂的就是 连那个上海说的普通话 就是户谱 它有些词跟普通话也不一样 少工作的时候面试 面试官是一个上海的美女 面完了 然后准备出门 面试官说亲一下 我当时有点愣你知道吧 看我没反应 然后又说了 亲一下就出去了 我觉得好家伙 初次见面我也没心理准备 对吧 这怎么回事 只有上海是这么开放的 面试官看我还是没反应 然后直接走过来 把墙上那个开关啪一摁 出去吧 下一个 上海有什么 你觉得上海值得吐槽的 或者上海值得夸奖的 先说说我觉得北京可能比上海好的地方吧 我觉得一个可能玩的地方 北京我觉得有山有水 对吧 有文物古迹 咱们也有山有水 对啊 蛇山99米对吧 两步就上去了 北京的可能先天的地缘优势在这里 医疗 教育 这些资源 上海也挺好的 但是相对来说 可能北京这些资源更集中一些 上海比较好的地方什么呢 城市的规划 包括城市的管理水平来说 这就是数一数二的 数一还是数二呢 还要给自己留一点 求生欲的空间 哈哈哈 北京的面积虽然更大 但是交通要比上海还要更拥堵一些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光是一个车的 一个保有量的一个问题 可能是这个管理和这种规划 我觉得也是有关系的 这一点确实是也是 实力求是这么说 上海这个路啊 可能是因为 跟水汽比较发达有关系 它路都不值 对吧 一条路啊 东西巷呢 叫一条路的名字 等它拐了一个弯 90度的弯 到南北巷了 还是这个路 但现在没有问题的 因为现在我在上海的路 可能比很多上海人可能还要熟 资源路在哪个车 黄埔 是卢安 上海的方方面面现在都还是比较适应的 包括上海话啊什么的 干嘛都懂你的 这是干啥黑五年是吧 基本上想听得懂 干嘛来说 干嘛可以啊 我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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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如果您要推荐您北京的这些亲戚朋友来上海玩 去哪儿呢 您觉得 有什么地方 苏州 苏州 想问一下您是北京人吗 北京人 10106开头的 你在上海多少年了 因为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想找跟这个 上海有关的 那倒也没有那么拼 就是找这跟 快速废费品有关的 北京没啥 就基本都集中在上海 所以就来了 您刚来上海的时候 会有什么特别不习惯的地方吗 冬天特别不习惯 就觉得冬天特别冷 屋里边冷 屋外边也冷 北京是 屋里边热 屋外边冷 窜一个马路 再回屋 你就不觉得冷了 在上海就是你走哪都是冷的 您不开空调吗 不是开了还是觉得冷 暖气跟空调跟你讲 就不是一个纬度上面的 炙热的工具 所以我后来装修的时候 就把家里边装了暖气 还有什么其他不习惯的地方 不习惯的就是太方便了 便利店交通 购物逛街 又开始拉踩了 没没没没 有拉踩自己家乡的也没有 来我们现在就开始拉踩 您觉得上海有什么特别好的 或者值得吐槽的不如北京的地方 差一点的 我觉得就是文化气息 可能稍微薄了一点 上海没文化 其他各方面的 跟人的相处 文化的氛围 社会环境 最开始的时候觉得 上海说话有点直接 因为北京的聊天说话 是比较客气 我跟您初次打交道 礼貌上我会多留一点空间 大家就礼貌来礼貌起 虽然也热情 但是就是大家就相敬如宾 那上海人就是 直接干架 那也不用直接干架 有的时候上来会说的比较明 比如说哪喜欢哪不喜欢 讲的比较直白 但后来习惯了就发现 基本都是这样的 比如北京人得到很熟很熟了 才会骂你小鸭定的 一些口头上的这种词 我觉得上海朋友好像 好像就说不这样子 您觉得上海吃的怎么样 一开始就是人家跟我说 上海是吃的比较甜的 但我后来发现没有北方甜 就你知道我们北京公报鸡定是甜的 上海公报鸡定就是咸的 包括鱼香肉丝也是甜甜的 到了上海我就觉得哪甜 没有很甜 就是酱多了点 但我们北京勾淀粉勾的也不少 我去东北吃烤串的时候 上面是撒糖的 之前有很多人说 在北京第二人称单数 一定要用宁 如果对小辈说话 过了大概20岁之后 就你进入到了正常的职场当中 无论对谁都是你 即使是小辈 也是您吃了吗 您就是干嘛去 就都比较客气 小20岁之前都是你鸭亭的 我们之前采访有个上海人 他说他特别不习惯 第一人称双数就是 咱们 对 他说你们也是咱们 我那天看了网上的段子了 我后来细想想 好像是的 我跟人在打招呼也是 咱妈咱妈这么着的 大家都一个嘛 对 您说这上海交通方便 方便 刚来的时候我觉得都赌 实际上现在好点了 北京的赌是寸步不动的赌 上海的赌就是慢 但是仍能走 这个是差别 然后另外就是 北京核心就那么几个地儿 就是三里屯 王金 火冒 无论你是住南边西边 东边北边 出去玩 反正就这么几个地儿 您还有觉得什么 是上海步入北京的 古建筑少 寺庙 什么那种 像古宫这种 就真的很古很古的建筑是比较少 你看的大部分 基本上都是要么民国之后 中老型的建筑 就没有很老型的建筑 贫嘴的能力 上海略逊北京一筹 北京人贫就是没啥内容 咱也能贫个去一下午的 就像去北京地铁上 老头老太太在地上聊天 都能聊出祖国建设 接下来的政策怎么样 能聊出很多个五年规划来 上海地铁里面老头老太太聊啥呢 接下来要去哪拍照 然后穿什么衣服 这种北京很不太流行这事 您在上海那么多年 会说什么上海话吗 我的上海话水平就能听 讲吗一年年 然后什么 能在港读 能在买啥 这种程度 想学什么我可以教你 有没有高深一点的骂人的话 就是那种文族族的骂人的话 我们有一个话叫 东南北 就是东南北 它缺什么 去西 对 我们上海话叫去西 这有种西后语的意思 还有个上海人会骂别人难看 能在米空想特别特别刻别字 口别特别刚做字 就特别刻薄 就这么骂人 这个年轻人还说得出来吗 现在我们年轻人都是讲话 像苏北话一样 能会讲个长的苏北话 给我听听区别是什么 骂人的话吗 对 浪你骂你 如果说您跟您的这个北京老乡 亲戚朋友介绍上海 可以去哪玩 您觉得值了 怎么着 就是外滩得逛一圈 就是这地儿吧 逛的酒还不花钱 天地得逛一逛 有空 可以去迪士尼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请点赞 关注 收藏 小耀 这位